歡迎收看酷迅老師的剛化教室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老闆金 所以今天這一集一樣是要來聊 我來來揮揮看過了這麼多人 遇到一些奇人異事 那當然我也會因為之前員工犯了一些錯 導致我心裡的陰影 影響到我現在面試員工的時候 都會問一些很智障的問題 就類似像這樣 那你知道的Video是什麼嗎? 錄影 那Audio呢? Audio? 嗯... 我忘了 但我好像有聽過耶 那X-Video是什麼? 以前的錄影機 X-Video是以前的錄影機 那你知道NFT是什麼? NFT NFT 好像運動的東西喔? 真的嗎? 它是一個運動的項目跟品牌 跟NLV差不多 那NFT是一個競技羽毛球的項目 那你知道NTR是什麼嗎? NTR? 不知道 NTR是類似MRT一樣 然後它是一種交通工具 我剛剛就在想怎麼跟MRT很像 所以它是同一個東西? 它是台鐵 T字捷運 對 台鐵叫NTR 除此之外 還有很多更荒謬的事情 像是 有一位同事曾經做出一個長方形的骰子 所以 我現在都會問他們 請問骰子是正方形還是長方形的? 這現在是我面試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就是我只會跟你說我要做個骰子 然後我在拍片的時候要去丟 你會怎麼樣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可能會選擇立方體的盒子 會有這種的 其實都可以拿去 立方體的盒子嗎? 對 就正方形的 正方形嗎? 正方形 不是長方形嗎? 不是長方形 不是長方形 了解 等一下拍片有個骰子 你要怎麼做? 紙... 紙板 對 就正方形 把它折起來好像變... 那個長方形 完了 呃... 完好一秒 嗯... 長方形切一半就正方形 要看是怎麼樣的長方形 什麼東西 做著做長方形的骰子 所以這個部分是要注意的 因為長方形的骰子 沒辦法骰 你怎麼骰就坐在兩邊 我覺得 很酷 很酷 對啊當然這些人 都是有同意拍攝的啦 很有趣你知道嗎 顯而易見有在外面工作的人 他們知道要怎麼樣去多做事情 我這樣講感覺 好像我是冠老闆啦 但其實今天假設你自己出去接案 你也是要服務別人 所以你多做 其實不是應該的 但是是讓自己更有機會被選擇 所以包含我自己現在服務客戶 我在拍影片我會近百分之兩百的力量 但很多人是因為被公司請的 所以他會覺得我沒有必要做到滿 所以我都會問說 呃...你有沒有什麼額外的附加價值 像是可能培根他的人格魅力是非常棒的 這就是我會去欣賞的 那像這位的人格魅力我就也覺得不錯 可以看一下 你覺得骰子是長方形嗎 沒有就是骰子型 你沒有見過骰子嗎 就是那樣子啊 正方形啊 他不長那樣他根本骰不了啊 因為我們這邊有同事把骰子做成長方形 你骰不了 就是這兩邊永遠都不會到 長方形骰不了嘛 所以說正方形的骰子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不能做出長方形的骰子 這個你可以放心 就假如你要 要我做Creative一點的話 你可以做圓形 對 但是我們還是要做正方形 在問到骰子到底是什麼形狀的時候 有人會不知道我在開玩笑還是認真 像這位女生她說 圓形的骰子我可以理解 應該是希望比較有創意一點啦 甚至會覺得她更適合的位置 是可能當我的特助之類的 所以你說你19歲啊 因為我在應徵一個超強女特助 你會開車嗎 會啊 所以要當我的助理是OK的好 OK 那我如果亂搞不能告訴我女朋友 沒有問題 永遠站在我這邊 當然假如我跟她是朋友的話 就考慮一下 好 我不會安排你們認識 分享一個比較有趣的 因為我們拍片要媽點 有一次我叫一個同事說 欸 雅倩幫我媽點 然後她給我貼了一個很長的膠帶 啊那個東西只是給演員定位 可是會拉很長 畫面中鏡頭會拍到 還黏了一條很長的膠帶 所以造成我心中的陰影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可愛的面試者怎麼回答 假設我現在給你一捆膠帶 你知道怎麼貼媽點嗎 我們來示範一下 是不是貼四個角角 你就盡情的貼 你就是 運用你的想法去解決 我需要定位在這邊 好 好 我就說我要定位在這邊 很棒 這樣歪歪的 好啦好啦 這樣可以嗎 我這貼得有點臭 這樣是可以的嗎 OK 我覺得看得很清楚 會太大 不會不會 真的就是說 很好 因為我完全知道我要正在哪裡嗎 所以說 你做得很好 很棒 因為我們很常工作需要一些新的思維跟衝擊 你是有看過最優秀的嗎 蛤 這什麼 我覺得 好笑是我這裡很重點的一件事情 玩好處想至少他會按摩 對 所以我就要幫我按了一下 感受一下 喔這力道很適中耶 哇這個按得很好 不錯 我覺得你按摩真的是很好的耶 你按摩是很加分的耶 來這裡做按摩 對啊 你來這邊幫他按摩 接下來是我自己最在意的 很多人可能覺得是有點像性騷擾 我會去在意他們到底性生活美不美滿 我會在意來面試的人喜不喜歡談戀愛 我覺得談戀愛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那個是你所有的養分 你所有的能量來源都來自那邊 以及你想不享受性愛 好這很像在講幹話齁 但是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本人覺得有豐富的戀愛經驗 或者是喜歡談戀愛是好的 所以我當然有時候會誇張一點 問一些問題可能像是這樣 有交過男朋友嗎 有 幾個 不方便說 對 出去 你交過幾個男朋友 不方便回答沒有關係 就認真交的還是不認真交的 那這樣就過關了 這樣的回答是正確的 因為我鼓勵多談戀愛 多談戀愛你的思想會活絡 你覺得思想非常棒 對要淫亂一點 你淫亂嗎 沒有啊 我乖乖女耶 很棒啊 覺得很好 你回答淫亂我 我說更棒 然後我個人在面試的時候 其實很喜歡問他們的夢想是什麼 然後再交習他們的希望 因為我覺得 出社會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認清現實 你的夢想是什麼 夢想是拍電影 但是 因為這邊畢竟是網紅產業 就是你們都可以製造很高流量的影片 其實你自己每個月都在製造流量 知道嗎 那我平均大概兩三天製造一次流量 兩三天 一次大概3CC 那還是要問一下 你未來想做什麼 希望能夠成立一個工作室 然後做可能有關音樂MV相關的東西 我要先教習你的夢想 很難 沒有這麼容易 除非你的MV非常非常出色 因為這也是我年輕的夢想 但是比我厲害的人太多了 而且很多人更不是本科系 所以你要去問自己 你平常大概花了多少時間在這個裡面 真正在這個行業結束的佼佼者 是每一天晚上都在花時間研究影像 都要相信雷基的力量 所以還是要用作品說話 我回歸到最一開始的 那有些不錯的頻道 假設你之後來 我可以再推薦給你看一下 我跟這些人可能都只有一次的見面機會 我會透過面試的時候 跟他講一些我的觀念跟人生哲理 告訴他們怎麼樣會比較成功 也就是希望透過僅有這一次的機會 可以讓他受用無窮 想要來我們這邊上班的話 也歡迎投履歷 你是攝影師 不管你是要正職或是part time合作都可以 剪接師也是啦 那如果你是全能的話 當然也歡迎寄信給我 或者是你對新媒體有興趣 你是應屆畢業生的 全部都來找我 我不敢說做這個會賺大錢 但是我一定會讓你在這邊工作很開心 學到很多 我會親自教你 好以上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歡酷炫碎碎念這個系列 趕快敲碗我就會繼續出續集喔 喜歡按訂閱分享掰掰 像裴哥那種半套電人就是按那個 按氣氛的啦 對對對 按氣氛 姐姐怎麼知道 姐姐 因為已經我比你們久了 對對對 姐姐很聰明